繼續密切留意我們的直播 當然都會送禮物 叫多些朋友進來一起看 Hello L.D.L.S.HK 我們的Facebook朋友你們好 L.D.L.S.的朋友 Hello 又到了星期四 又是我Joy 即是證明直播的時候 我們剛剛就提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Chanel 乘以Hermes 所以很多新款的東西都會介紹給大家 當然除了一些袋款 還有一些裝備介紹給大家 讓我同時開啟直播的位置 讓我可以隨時看看大家的留言 有任何問題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L.D.L.S.HK的小助手 都會回應大家的查詢 我現在就在 旺角新世紀廣場二樓257號鋪 這裡就是L.D.L.S.HK的其中一個銷售點 在這裡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品牌 包括Hermes、Chanel 即是今天的主題 除此之外 其實你都可以找到 Prada、Berberry、LV、BV 又或者是Balenciaga等等 很多不同品牌你都可以找到 除了有些袋款、配色 還有一些衣服或鞋 你都可以找到 有頭刀腳 你都可以找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Chanel乘以Hermes 大家如果待會看適合任何的產品 歡迎可以WhatsApp 我們9888342 或者留言給我們 我們L.D.L.S.HK的小助手 就回應大家的查詢 在說到相對應的產品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連結給大家 可以連結上去我們L.D.L.S.HK的網站 可以看這個產品的詳情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要說就是我們已經獲得2022年 正版正貨的商標 所以大家在我們L.D.L.S.HK的銷售店 購買我們的名牌產品 都可以很放心 我們所賣的全部都是正版正貨 而且全部都是全新的 絕對不是二手的貨品 然後就說說我們會送什麼禮物 因為我們每一次的直播都會送禮物 今天就會送這個Moschino 先反過來 Moschino Toy Boy 就是淡藍油的香水 就是這個 黑色的包裝 很型格的Moschino香水 就是100ml 那怎樣才有機會獲得這支香水 首先要做齊三件事 Like我們L.D.L.S.HK 或者L.D.L.S.Lohax的Facebook Page 記住Facebook Page 上次有IG的朋友 就做了IG那裡 那就未符合我們的要求 記住要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第二就是Like我們在Facebook上面的這個直播 第三 Share這個直播 並且設定為公開 記住要設定為公開 因為我們的小助手會Check 如果你沒有設定公開的話 做不齊這三件事的要求 就不可以去參加這個遊戲的標準 未符合 好了 做齊三件事之後 我稍後就會完結整個直播 記住留意我直播的內容 我們便會問一條問題 完結之後 當你做齊三件事兼且 以我們小助手的電腦作準 搭得最快而準的朋友 便會獲得Moscino的淡男友香水 記住留意我們的內容 希望幸運兒便會是你了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開始我們今天的直播 記住 叫多點朋友進來看 因為現在多了 即是留在家的時候 最好就是看直播 看看有甚麼購物 加上拿到消費券 又是時候要這個消費 我們稍後也會說說 消費券優惠 如果你拿到消費券 我們最後也會和大家說說 如果想購物的話 有甚麼折扣 首先我們來一下 Hermes的第一個包包 第一個是Mili Lindy Mili Lindy 一向Mili Lindy喜歡Hermes的朋友都會知道 小小 但因為她盛在袋形 夠闊身 所以可以安裝很多東西 我之前也拍過一條影片 分享過 裡面的間隔 以及分享過裡面的容納量 其實你也可以安裝到 你的短錢包 又或者是medium size的錢包 未至於是長錢包 然後可能安裝一些 化妝品 Cushion Maybe Cream 唇膏 搓手液 紙巾 耳機等等 都可以安裝下去 基本上 好 這一個就是大象灰拼金扣 非常保值 以及是Signature的Hermes的顏色 就是大象灰其中一隻 和金扣的顏色 好 開給大家看看裡面的間隔線 在這個時候就給大家看看 很簡單 都是這樣拿起這兩條帶 戴著手套是有少許疾病的 好了 接著就拿走這個棉 你就開了這個拉鍊 然後打開它 你就會看到裡面的間隔 其實就是一個大的格數 再拼上左右兩邊 你會看到這個小的格數 看到嗎?沒錯 這個位置可以放紙巾 藍牙手套 兩邊都有的 左右兩邊 所以其實都是非常實用的一個袋款 而且又很漂亮 通常Mili Lindi 我們都會有這個 你可以這樣手腕 或者跟這條肩帶一齊 可以撿背 上身超級漂亮的 對 又容易搭 又或者是斜背 你看到斜背 好像我今天 很少穿裙 今天特意穿裙襯 穿裙都可以的 搭這個袋款 完全是不需要擔心它難搭 好 講一下價錢 講完皮質 它是TC皮 價錢來說 這個我們的原價是122380元 現金價是118800元 118800元 就有這個 這裏都可以給你撕下一些物資 不過通常這個位置比較短 不是撕到太多物資 但都可以告訴你們 Mili Lindi 118800元 接著我們講完Mili Lindi之後 就講一下26 26又是一個很經典 經典 加上還有金金 我們介紹 金金是人稱無得輸的組合 亦都是很搶壽 因為見到很多朋友都經常問 有沒有回貨 我們有的 是的 回貨了 而且絕對無得輸 是因為它尺寸 就完全是你想裝很多東西都可以的 上班上班一族都可以的 即是它可以裝到你整個化妝袋 裝到縮骨傘 裝到你的長銀包 裝多一條Scarp 或者裝 裝到頂帽都可以 因為之前試過實測過 所以就真的非常實用 近一點看了 金色 再加上這個金扣 間隔我不需要特別多說 跟剛才Mili Lindi一樣 只不過是一個大一點的尺寸 下面也有這些 我們叫Wardang 就可以保護袋的底部 好了 Mili Lindi的好處 要麼就這樣拿著 即是手腕 可以這樣拿 或者這樣拿著 即是你這樣拿著 打橫地展示它 又或者 通常比較多人用的 就會是用這條肩帶上薄 這樣就倒閉 這個又會是另一種感覺 就會是比較 Elegant一點的感覺 是的 剛才Mili Lindi 就可能會是 Yarn Line一點 這個就會是Elegant 高貴大方感覺一點 上班 去街都一流 就算不是上班 平時 VN 穿一個T恤 加一條牛仔褲 襯對高跟鞋 再襯這個袋都可以的 好了 我見到 IG有朋友仔 是不是 Dear Kappo 就問這個多少錢 好了 我現在就說了 既然你問到重點了 沒錯 金金這個原價 就是106,000元 現在我們的現金價 就是103,000元 103,000元 是的 103,000元 真是可遇不可求 金金因為很搶手 我們這裡回到貨 103,000元 有興趣可以 當然繼續留言給我們 我們的小助手 都會回應你們的查詢 好了 接著我們就繼續去 Lindi的款式 Lindi的款式 沒有了 是的 咦 我們查了 因為剛剛有一個 已經預約了 好了 接著我們就去Mili Constance 好了 Constance 又是另一個 非常之經典的 一個袋款 最特別就是 這個H的法郎扣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杜鵑粉色 拼銀扣的 這個就充滿這個 春日的氣息 尤其是現在春天看到 春暖花開之時 周圍都有很多花 你搭配這些Sharp的杜鵑粉色 就超級漂亮 其實它正確的 它的Color code就是 8W 或者叫做玫瑰杜鵑粉 好了 Mili Constance的好處 雖然實際過 但是它絕對不是一個廢包 一打開它看到 它就用了Ever Color皮 你會看到它 比起剛才那些 就會是滑身少少的 看上去 OK 然後我們就開給大家看 有一個黑印在這裡 好 間隔來說 一個就是 小的格數在前面 然後兩格的大格 都是闊身的 你都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所以剛才就說絕對不是廢包 你都可以裝到短錢包 可以裝到一些化妝的物件 而這個Mili Constance的最大好處 就是它的肩帶 現在綁住了 拆一拆給大家看 因為很多時候 就 上了身就會更加看到 袋款的設計是如何的 那你就可以一條長這樣 我可以側背 你看到就算今天穿紅色衣服 襯這個杜鵑粉色的袋 也是襯的 或者是斜背 除此之外 我最喜歡一個背法 就是因為它這個肩帶 除了可以一條長這樣做 你都可以拆這條上來 就變成 兩條孖帶 就變成短一點的帶 就可以再撿背 就變得有少少翼下包的感覺 通常這樣背就會更加優雅 還有我自己喜歡這樣背 是拿東西比較容易 而且你說襯牛仔褲高跟鞋 背著已經是超級優雅的款式 這個賭捐粉乘銀購都是不錯的 價錢 原價就是11萬 現在現金價了 就不用10萬了 現在現金價就是99800元 99800元 99800元就擁有這個 杜捐粉的Milli Constance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去一些類似 是Constance的collection 我們來一個就是Long to go 都是Constance的collection 這個就是Long to go Long to go就是你可以做長銀包 也可以是甚麼上新的 我們有兩款 一款就是這個黑色拼這個是玫瑰金購 黑色配玫瑰金購 這個就是AppSong Pe AppSong Pe的好處就是用來做這些 類似銀包你日日用 都是非常之內刮內磨的 很耐用的這個物質 除了黑金 黑色玫瑰金 還有就是牛油果綠配金 現在兩個擺出來 你就看到玫瑰金和金色的對比 看到玫瑰金在左邊 黑色的就偏紅一點 金色的就偏黃一點 牛油果綠就配春夏的感覺 好 開一開黑色的 給大家看看Long to go的內裡乾坤是怎樣 它主要來說可以做到長銀包 好 前面這裡有一格小的紙幣位 裡面一格大的紙幣位 配一個多錢的拉鏈位 有肩帶 我稍後給大家看 再有一個大的紙幣位 然後這裡裡面就有六格的卡片位 再加兩格小的紙幣位 所以用來做長銀包就OK 除此之餘 上面這個我們叫蓋款 就有兩粒的位置 其實就是用來可以扣上這條肩帶 裡面就是送這個黑色 跟著這個黑色的肩帶 這個黑色肩帶 你只要用回這個位置 這個洞的位置 穿進去 然後再按下 扣在這裡 我們不會這樣做 做大了一個洞 但是告訴大家可以這樣 就可以上身了 然後就可以用來側背或斜背 可以大概給大家看 如果穿了這條肩帶的話 那個感覺就是這樣 這樣就會是斜背 又或者側背 所以你又變成一個小袋的款式 就是超級易襯 黑色拼玫瑰金 除了黑色拼玫瑰金 還有這個牛油果綠配金色 我先說黑色拼玫瑰金的價錢 原價就是68500元 現在現金價就是66800元 66800元 好了 先收好它 然後就說一下這個玫瑰 講完這個玫瑰金 和這個黑色 我們就說一下牛油果綠 這個多錢 裡面的間價同出一切 我們就看到 都很帥仔 裡面都是配一條肩帶 都是綠色的牛油果綠的肩帶 價錢 原價就是63900元 現在現金價就不用600元 就是59900元 59900元 就擁有這個牛油果綠的 Constance Long To Go 好了 接著我們就進入一個 比較 價錢可以低一點的Hermes 袋款 剛才看到的那些都比較 可能10萬或者是超過5萬 我們不如去一些 就是under 4萬元的一些的袋款 我們去一個Picotein Picotein 首先來一個 超級漂亮的氣質顏色 奶油白 奶油白拼這個就是金扣的 這個就是Picotein 22 Picotein Lock 22 這個菜籃就完全 真的裝什麼都可以 超級間隔 就沒有間隔可言 一大格數而已 但是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你會看到 就是很闊身的袋款 很闊身的 裏面就跟一個Lock 這個就是金扣的 皮質都是用了TC皮 所以就很漂亮 很柔軟的感覺 你多數用來手腕 Picotein 是的 又或者可以勉強都可以上薄的 是的勉強 但是看看你會不會再瘦一點 當然瘦過我的人很多 就一定會上薄了 好了 然後呢 這個扣子就用金扣 剛才說的 鎖是金色的 鎖匙都是很漂亮的 都是金色的 所以就是拼奶油白 拼金色這個顏色是氣質之選 這個我真是覺得推介 價錢又不是太貴 價錢 原價39,900元 現金價38,800元 38,800元 好了 除了Picotein 22 而我們還有18給大家選擇 18是小一點 看你自己喜歡裝飾品的容納量 以及你自己覺得搭大的袋子 還是小的袋子 我們就來一個18的 我們先來一個黑色 黑金 黑金 間隔不需要特別說 因為是一大格 但你會看到尺寸是小一點 這個就只限手腕 你看到我比較小的女孩子 18 就應該會是比較 拿上去就不太貴 當然看你自己的容納量 如果你說 平時裝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要拿出街 22會比較適合你 這個就是黑金 我們除了黑金 還有兩種顏色給大家選擇 有這個大象灰 大象灰這個配銀扣 對 銀扣 給大家看看 黑金和這個大象灰配銀扣 還有一種我非常喜歡的 這個我們都叫做一個新的顏色 它就是馬薩拉茶色 對 馬薩拉茶色 或者我們都叫奶茶色 奶茶色就是這一種 奶茶色配銀扣 如果朋友說黑色和大象灰比較多人用 有沒有特別少少 奶茶色可能就適合你 現在可以對比一下 我和這個大象灰給大家看看顏色 那你對比到這個馬薩拉茶色 就會是比較偏黃少少 和是比較亮身少少 就是叫做光少少的感覺 就是這樣的對比 好 三個不同的Picotin 18 就有三種顏色 說一下價錢 先來個黑金 黑金的價錢就是 原價三萬八千九百元 現金價三萬七千九百元 三萬七千九百元 好 接著我們來這個大象灰 大象灰它就會比較貴一點點 它原價就是四萬二 現金價就是四萬零八百元 四萬零八百元 好 接著我們再去 我剛才說很喜歡這個 新番的奶茶色 或者叫做馬薩拉茶色 馬薩拉茶色 這個就原價四萬三千八百元 現金價就是四萬二千八百元 四萬二千八百元 好了 我們這個先移出一點點 因為進了鏡子 讓大家看到我們有張椅子 好 接著 我們除了Picotin之餘 就不如說說另一個款式 我看到我有個朋友的老公進來 Hello 是不是來買袋 是時候入貨了 結婚周年是不是差不多到了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Evelyn 又是另一個入門級 小資女至愛的袋款 就下三萬元 又預算又開始低分一點點 就適合了朋友 很多新顏色 我們先說一些比較經典的顏色 就是大象灰 Evelyn配這個都是大象灰和金扣的肩帶 這個就是金扣的大象灰 很簡單 裏面就沒有間隔可言 都是一大格而已 但是你會看到它其實也不是太小 因為都安裝了很多東西 你的肩帶可以用來扣上去 做斜背或側背 又或者買條Tweetney 綁一下胡蝶結 跟它混合和合 你會發現它可以有很多玩法 好了 我又說一下它的設計 就是因為它本身用來裝一些馬術的用品 那個概念去設計 那些袋子用來裝馬術用品 所以就比較乾爽一點 於是沿用了這些設計的概念 就放在Evelyn的袋款上 好了 我們先說一下價錢 對 說一下價錢 這個原價是29800元 現金價是28900元 這個就是大象灰配金扣和大象灰肩帶 我們還有一個 Millie Evelyn 也是大象灰的 這個會配另一條肩帶 我先拿過來 我先拿好這個位置 這個也是大象灰 兩個都是 我這個配電藍色的肩帶 也是金扣的 大家來個對比 看看你喜歡哪一款 好 價錢方面 價錢方面 如果配這個電藍色的 我們的肩帶 原價是28800元 現金價是27900元 27900元 好 那就這兩個了 就是大象灰 那我就留下一個大象灰 因為我現在就說一隻新色 因為要來一些對比 才大家看到顏色的分別 這個是大象灰 我們現在就介紹一個叫做新奶茶色 剛才那個就叫做奶茶色 這個就叫做新奶茶色 或者它會有一個叫做 威馬 威馬米色 威馬犬 威馬犬米色 亦都叫做新奶茶色 新奶茶色會比較容易記 好了 就是這樣 為何要留這個大象灰給大家看 因為來個對比 這隻就是新奶茶色 好了 這樣就見到它是偏黃一點 比起大象灰 這邊偏黃一點的 大象灰就灰一點 這個就黃一點 那都是金扣的 好了 那這個新奶茶色又拼甚麼色呢 的肩帶 就是拼這個 灰色的和金扣的肩帶 又玩一下這些混合和混合 當然我覺得肩帶這些 就真的沒甚麼所謂 因為真的配上你的Tweetney 就真的玩很多東西 好 攬上身都覺得很棒的新奶茶色 但是有沒有人想知道 新奶茶色和奶茶色的分別 我又給大家看看 趁奶茶色味酒 新奶茶色很漂亮呀 卡寶 是呀 那我就給大家再看看 因為我覺得顏色來說 來個對比才知道真實的情況 這個就是奶茶色 這個就是新奶茶色 有不同玩法的 奶茶色就再黃一點 再光深一點 就看你自己喜歡哪一種顏色 這個就是新奶茶色 新奶茶色的Evelyn 我們原價是28900元 現金價27900元 他就跟剛才的大象灰 拼電藍式購是一樣價錢的 現金價27900元 好 接著再去一種 也是這段日子 叫做比較新一點的顏色 我都喜歡的 就是餅乾色 之前呢 這裡一翻課的時候 我已經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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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眼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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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是心心眼 現在又回來了 餅乾色就配這個金釦 再加上這個肩帶 也是餅乾色的 又不同玩法的 餅乾色就再黃一點 偏向會是Yellowish 會再黃一點 偏向是比較 就是會是剛才那麼多顏色 裡面是最偏向黃色的一種色系 餅乾色 這隻玩法又是很漂亮的 好了 餅乾色這個又多錢呢 原價 一樣價錢 再說一次 都是原價29800元 現在現金價 都是27900元 這就是全部 除了我們大象灰 配這個金釦 和這個大象灰的肩帶 就是大象灰色肩帶 會是比較貴一點 貴1000元 其實全部剛才想說的Evelyn 都是現金價27900元 OK 有不同顏色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WhatsApp 又或者留言給我們 好了 好 接著我們就開始說多隻 說完這個 Classic的黑金 黑金就完全沒得輸 怎樣都配搭 看你自己喜歡玩甚麼食 黑金就比較是 型格少少的玩 原價 這個就再便宜一些了 原價26800元 現金價25900元 25900元就有黑金的Evelyn 好 說時遲那時快 我們就是時候轉一轉了 我們去到accessory的世界了 我們都是去Hermes的accessory 我們今天剛才說到Hermes成Chanel 我們說這些accessory 就進入Chanel的世界了 好 首先來一條名貴點的鑒舌 這個 哇 近一點看了 這個我們是叫做 玫瑰金的粉紅色藍寶石項鍊 就是Hermes Constance的 你會見到那些一粒粒 其實是藍寶石 但它就是一個粉紅色藍寶石 沒錯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會見到有些藍寶石 有些朋友會想 是不是藍色才叫藍寶石 No no 經過我的research的研究發現 原來藍寶石都有很多顏色 紫色 紅色 黃色 綠色 都可以叫藍寶石 這隻就是粉紅色藍寶石 都是非常之靚 裡面這裡 總共有43顆粉紅色藍寶石 而我們配上玫瑰金的底色 而它本身總重量是有0.53卡 OK 就像我們剛才的Milli Constance的袋子 你會見到一個袋子 有一個垂蓋 有一個H扣 後面都是玫瑰金的顏色 也都寫著Hermes的字 好 這個就是玫瑰金 超美 名貴的賣者 好 那就談談價錢 價錢來說 原價是55,100元 現在現金價錢是43,800元 43,800元 說完這個名貴的漂亮東西 粉紅色的藍寶石之後 我們再來一個都是鑽石的手鏈 這個我們俗稱叫做小Q 俗稱叫小Q的手鏈 這條是玫瑰金的 俗稱小Q 你看到它有一個很漂亮的Q字 其實它的設計概念 就像一個船撈裡面的鏈帶 可能是固著船撈 就像一個Q字一樣固著 這樣就會是一個Q字的顏著 這個也是用了玫瑰金的底色 而且是鑽石 鑽石這裡就雙了18顆鑽石 總重量是0.55卡 這個小Q就是Hermes Finesse 另外這個是新款 比較新的版本 就是它連扣子也會有顆鑽石 就是新版 扣子也會有顆鑽石 這個玫瑰金戴上手就會超級顯白 說一下價錢 這個原價44,000元 現金價38,800元 38,800元 記住它是小Q的俗稱 接著我們就去銀色純銀的裝飾 因為有些朋友說 剛才那些金色或鑽石 好像又太過名貴了 有沒有一些可以是日常都帶到的呢 我們來一個珠鼻的吊咀頸鏈 這個珠鼻吊咀頸鏈就是925純銀 你看到這個珠鼻設計 就是沿用我們的人稱叫珠鼻 我看到可能在Volus那些的袋款 都會看到這個珠鼻 亦都是一些船鑽的設計 純銀的鏈 容易配襯 原價是6,880元 現金價是6,780元 6,780元 這是日常都可以配戴的裝飾 這個整條鏈長有40cm 6,780元 同一個系列 我們都是這款珠鼻的系列 除了頸鏈 我們還有手額 我們先拿盒子 還有這個手額 我大概給大家看 看見到手額都是珠鼻 我就拿手額出來 都是925純銀 就會是重複圈的珠鼻 你看到都是很容易配襯的 這個我們有兩個尺寸 包括有15.8cm 即是你計算整個額的長度 包括有15.8cm 亦都有16.4cm 可以有興趣的朋友 量度一下自己手的圈圈 看看你多少cm 看看15.8還是16.4cm 適合你 我們就原價5980元 現金價5880元 我們還有這個collection 還有多隻戒指 都是珠鼻設計 都是925純銀 這個就有戒指款 戒指又是超容易配襯 還有送禮一流 因為簡單單的設計 也是很容易配襯 每天的外套 原價4200元 現金價4080元 有消費券的朋友 就可以想想這些 不會太過需要你補貼太多 OK 就是4080元 接著我們再講 Lars Hermes 我們有三對耳環 他們全部都是用牛角的耳環 牛角的材質 就是一個天然的材質 所以每一款都是一模二的 圖案來說 它當初是有啡色 或者是黑色的設計 但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就會有糖果色 它在前面再油了一層的顏色 這個就是有糖果色的牛角 牛角來說 它的設計是很輕身 你見到它後面 其實就有些 它原本就是這樣的 大家大概可以看到 黑黑色、啡色 而且每一隻都是不同的顏色 你會看到有些透明 或者白色、啡色 黑色 而前面就有彩色糖果色系的設計 沿用Hermes的元素 有一個扣和有一個袋款 除了這個 我們還有一個是Original的顏色 就是完全沒有糖果色 就是這個 Original 你見到Original是偏啡色系的 透透明啡色的 這個戴上耳其實很容易配搭 價錢 我們說到糖果色 糖果色就是原價4,380元 現金價4,280元 說到這個之前我再說多一隻 因為水牛的質地 除了這款是有鎖頭和袋身的形狀之餘 我們還有一個都是馬術的概念 就是用了一些馬蹄 讓我先拿好它 馬蹄扣或者騎馬的腳踏 左邊這個見到 就有一個腳踏 就像我們騎馬那些騎司的腳踏 而另外那個位置就是 放在馬腳那裡的馬蹄 就很有這個馬術的感覺 就像Hermes它本身用馬術的東西 去做它的設計的概念 這兩個都是水牛角質地 我們說兩個價錢一樣 原價4,000 原價不一樣 原價這個就是4,180元 而這個原價就是4,380元 但是兩個現金價都是4,080元 4,080元 好了一次我講完Hermes了 我們是時候一會兒轉去Chanel的世界了 記住有興趣的朋友可以WhatsApp 或者留言給我們 好了我們就拿回一份東西 Chanel的袋款我們從小到大去講 小時候開始講起 好了 第一個我就講一個是經典 有皮帶的手袋腰包 這個很有趣的 小時候它可以用來裝卡片的 這個就是用了我們平時看到的 一個粒紋小牛皮 配金扣的 它就可以裝卡片 整個卡仔的位置 這個就可以做一個 我們叫做腰包 它的鏈帶很漂亮 這個其實你可以 可以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我給大家看看鏈帶 鏈帶最特別是用了 平時我們看到的鏈帶 但是它有些特別的位置 例如它的扣子會有Chanel的金色 Chanel的CC標籤 另外這裡 如果你扣了上腰的時候 這個位置都會掉下來 就會有Chanel的CC標籤 另外這一條的腰帶 它會有不同的環 讓你去調整你自己腰的長短 你就可以示範一下 如果上身的話 其實我今天穿了裙子 這個其實穿褲會更漂亮的 你看到這樣戴著 然後再扣起它 我現在戴著手套就不扣了 但就有三個環 去調整你的長短 我當然是扣到最入的 大概是這樣 如果給大家看 當然你扣了出來之後 這個位置就會垂掉了 這個很漂亮的CC標籤 然後這個位置 你也可以扣了之後 移過來也可以 看你想去左還是右 你可以自由去調整 就是一個腰包仔 可以裝卡片也可以 又可以用來當是手袋 用來收腰襯衣服也可以 價錢 原價16,500元 現金價15,800元 15,800元 我們襯衫之選 除了腰包之餘 就來一些小袋子 小袋子就有這個 黑色手環鏈帶 垂蓋、靈錢包、斜背袋 這個整個手袋就是這樣的 整個手袋就是這樣的 它就用了小羊皮 你看到有這個零格紋 再加金色CC logo 小小個 間隔真的是一大格 用來裝一下卡仔 又是用來襯衫之選 亦都可以用來出去Event 交換卡片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經常拿著那麼多東西 背著在身上 又可以很優勢 又可以襯衫 我覺得小袋子我喜歡斜背 斜背會又可以突顯你那天 如果你襯衫太單調 背一個在這裡就會襯到 然後再鎖定一點 好 這個原價呢 一萬九千八百元 現金價一萬八千八百元 一萬八千八百元 用來襯衫之選的小手袋 好了 我們襯衫之選還有的 襯衫之選還有一個小號黑色鏈紙梳妝袋 這個又是梳妝袋的設計 但會比較長身一點 即是會是打直的長方形 這個就比起Vanity Case 會是長身和紮身一點的這個位置 好了 它也是粒紋小牛皮配金購的 很有趣的 這個打開都是一個格數而已 你也是用來裝一些卡片 裝一些靈錢 尺小角 都是襯衫之選 又可以上身給大家看的 粒紋小牛皮的這個 是的 粒紋小牛皮 也是很QQ 精緻的設計 你看到拉鍊 都會有這些零格紋的 兩個拉鍊都有的 好了 原價二萬零五百元 現金價一萬九千八百元 即是不用兩萬元 一萬九千八百元 就有這個 很有趣的 尺小的梳妝袋 又是襯衫之選 好 今天來多一個襯衫之選 襯衫之選 這個是新貨來的 新翻的 這個都特別的 這個應該在Live那裡未講過 但拍片就講過了 這個就鏈 我們叫做Chanel鏈條口蓋 小牛皮卡包 我叫它小牛皮卡包 這個它最有趣的地方 首先你看到它有金色CC logo 這個手環設計的位置很特別 它其實後面很漂亮 比較是Vintage風一點的金色 有Chanel的字樣 這個位置很有趣的 另外它的鏈帶也有乾坤的 你可以這樣 側背或者斜背 是經典剛才用的方法 另外它的乾坤位置就是在於 拉著這條上來 打孖上 你右邊可以這樣側背 就會是短身一點 你看看 是真的很有趣的小手袋 是很優雅的 又是很可愛的 除了這樣 又可以手環 你看到手環都是很滴滴色色 很可愛的 超級疑塵 這個是超美 是心動的袋子 都是靈格紋 然後這個就是小牛皮 原價23,800元 現金價22,800元 22,800元 這個很可愛的小手袋 我最喜歡這個手環位置 好 接著說完這些 全部都是皮質的 講一下另一個材質 我們講一下牛仔布 都是小手袋 因為我們說這些袋子從小到大 想要大的袋子就留意著最後 我們這裡就是一個牛仔布的 小金球的藍色小袋 這個就有個小金球 都是牛仔布包著的小金球 很特別 按住這個CC標籤 就可以調整這條肩帶的長短 好 間隔來說 都是一個這樣的 這個可以用來裝幾錢 也可以裝卡 就看你自己 這個就有三格 裡面 然後後面也有一個暗格 這個又可以調整肩帶長短 你喜歡側背還是斜背 如果我想長一點 我現在調整肩帶長一點 就可以用來斜背 在牛仔布上身 其實你會看到都很特別 而且金球很別致 都可以調整短 用來再側背短一點都可以 又或者再短一點用來手環都可以 這個 原價23,800元 現金價22,800元 22,800元 接著我們就去一些手機袋 大一點 我們就有兩款顏色 但是同一個collection有兩種顏色 就是這個手機袋款 我們先來這個 就是很漂亮的 幻彩色 我們叫幻彩漸層 金屬小牛皮的鏈帶的手機袋 你看到幻彩色不單是整個樣子幻彩 它連CC標籤都是幻彩 加上它的肩帶都是幻彩的 你看到這些帶 紫、綠、粉紅等都有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手機袋 都可以開給大家看 它裏面是銀色超別資的 而間隔來說就是一個格數 再拼上裏面會有兩個卡片位 可以安裝信用卡和證件 然後後面也有一個暗格 OK 我可以大概給大家看看 其實幻彩色上身也不會浮誇的 而且這些金屬小的感覺 都是很容易配搭的 好像鞋一樣 你都會買一些金色銀色鞋 其實怎樣配搭都可以的 另外還有這個黑色 黑色就是配銀色的扣 銀扣也是粒紋小牛皮 粒紋小牛皮 這個就是粒紋小牛皮 好了 間隔都是一樣的 OK 那講一下價錢 講一下幻彩 幻彩價錢 原價22,800元 現金價21,800元 至於黑色配銀扣 原價23,800元 現金價22,800元 接著我們就講一下Vanity Case Vanity Case 我們都是一些小的 從小過少少的入手 有兩種顏色的 同一個collection 有一個淺藍色和黑色 Classic 都是金扣的 它就會是淡金扣 淡金色的扣 淺藍色這個特別的地方 如果有留意我們之前有一個 就會是再藍少少 再鮮少少的藍 其實它是比較少少霜 是有少少帶灰灰的藍 你可以稱為灰藍色 但也可以稱為粉藍色 雖然它的詞 但其實你如果跟著它看 就沒有那麼鮮的 就會是少少淡的藍 我覺得這款蠻特別的 這款藍色也是氣質的感覺 然後就有黑色 也是小號的化妝袋 我們開小的黑色給大家看 那個間隔 我們的Vanity Case 開一次的間隔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全部都是同出一切的 都是一個格數 再拼一個細細的位置 可以安裝唇膏在上面 就是這個細細的Vanity Case 我知道最近都有一些朋友 好像有KOL 是一個人掃光了三個不同顏色 但是是這個款式的Vanity Case 用來襯衣服 真是一流的 好 斜背 其實是小時候我襯衣服 也可以看淺藍色 淺藍色都可以大概上身給大家看看 大概看看 就會有這樣的狀態 好 價錢說一下淺藍色 原價24,500元 現金價22,900元 而黑色都是同樣的價錢 都是原價24,500元 現金價22,900元 好了 再黑色的小時候的Vanity Case 還有另一款不是手挽的款式 尤其是有一個粒紋小牛皮 這個並不是手挽 沒有球 是用的上的軒紋小牛皮 用金色CC Logo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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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作品出 correctly 可以dimensional Letthor starving 價二萬五千九百元 现金价22,900元 22,900元的粒纹小牛皮 我们再去一个特别的 大过少少的小圆筒 这个是镜子小圆筒的梳妆袋 首先讲一下它 这个也是用了小牛皮的 镜子的位置最特别是一开盖 你叫做零形格纹 很特别,整个桌圆形 一开了镜子,你会看到里面有镜子 超漂亮,有镜子 你就可以用来打开它的时候 塗上唇膏、补妆、照相镜 超级漂亮的 它沿用梳妆袋 或者像梳妆盒那样的设计 里面就一大个桌圆形格素 你也可以安装到Cushion BB Cream 安装到搓手液、紙巾、卡片等等 或者安装卡片套都可以 这个就可以撕背给大家看 零形的梳妆袋和斜背 好,价钱 价钱来说 这个原价就是24800元 现金价23900元 23900元 接着我们再去一些 小金球的小号梳妆袋 我们有两款 一款就是牛仔布 一款就是黑金 一次展示给大家看看 你看到牛仔布和黑金 有个小金球 先讲讲牛仔布 牛仔布这个 你会见到 它和刚才我们的小袋子一样 都是牛仔布包住的金球 好,间隔也是一样 一个格数再加上唇膏隔位 而金球可以让你弃整肩带 你可以弃整肩带 你可以弃整肩带 看看你想弃整肩带 可以弃整肩带 可以弃整肩带 你可以弃整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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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用了小羊皮的 对了,小羊皮的 好了,讲下价钱 讲下牛仔布的 牛仔布的小金球 小号的Vanity Case 原价就是27,800元 现金价26,800元 26,800元 好,黑色的 金,黑金的 然后就配小金球的小号化妆袋 原价28,800元 现金价27,800元 27,800元 好,看你自己喜好而定 好了,接着我们再去一些 Wallet on chain 都是牛仔布 这个同样跟刚才那个 都是小金球 都是看到牛仔布小金球 好,金球的 Wallet on chain 可以是Wallet 亦可以背上街的小袋 间隔来说 一个小的格数前面 然后有个拉链位 给你安装一些钱 再在里面看到六个卡片位 再加一个大的纸币位 上面都有一个拉链位 最好的位置就是 除了用来做银包 亦都可以这样 吞长短 一样的道理 做小手袋 做小手袋 都很elegant 牛仔布又二称 对了,超级二配称 牛仔布 黑金和牛仔布 就是完全是 classic 二称之旋 后面有这个位置 一样 好了,说一下价钱 这个Wallet on chain 牛仔布原价 三万二千八百元 现金价三万一千九百元 三万一千九百元 三万一千九百元 改完Wallet on chain 我们就开始再大一点 大一点 我们就说Vanity Case 但就会是长型化妆盒 这个就是我们很 basic classic的size 这个也是用了刚才说的浅蓝色 其实也是偏向Dusty的那种blue 手腕的Vanity Case 金色的CC logo 这个也是用了小羊皮 好,另外还有黑色的 classic的 都是小羊皮的 好了,就有这个 黑色的 配这个金构的 好了,说一下间隔 间隔来说 如果是长型化妆盒 那个间隔来说 就会比起小的 会是多了一些卡片位 这个就有为镜 这个新的手腕 还有一个镜 又是可以照镜的 三格的卡片位 唇膏位 和一个大格数 好了,这个我们是黑色的 就会有镜子 我们先说到蓝色的多少钱 蓝色的原价三万一 现金价二万九千九百元 就不用三万元了 二万九千九百元 好,接着是黑色 黑色这个 原价三万三千八百元 现金价三万二千八百元 因为这个就比较新款 有镜子 那么它的价钱就会贵 三万二千八百元 好,大概上身 上一个袋给大家看 长型的这个尺寸 上身就会是这样 OK 好,接着我们 我们长型的 还有一个是没有手腕 还有这个呢 就是粒纹小牛皮 这个粒纹小牛皮 配这个金构 也是没有手腕 这个特别的地方 除了粒纹小牛皮 这个最有趣的是它的底部 底部有一个Chanel的印 这个可以秀上去的印 CC logo 然后开来看看 这个里面 也有镜子 OK 都是可以给你照镜子的 然后里面也是一样 间隔 OK 也是刚才所说的一样 但这个间隔里面是皮质的 特别一点 很漂亮的 好了 这个就是粒纹小牛皮 里面也是用了牛皮 价钱原价三万一 现金价二万九千九百元 不用三万元 这个我觉得就OK 是的 粒纹小牛皮 这个 因为它的底部 这个就有这个CC logo 原价三万一 现在现金价 不用三万元 二万九千九百元 好了 接着 讲一下这个长型化妆盒 我们都讲了 有小金球的化妆盒 跟刚才一样 这个都是粒纹小牛皮 有小金球的 小金球 这个也是粒纹小牛皮 但这个特别是它的链带 又搞新意思 这个链带 就会有CC logo 另外这边也有的 OK 上面也还有的 就是它重复有三个 你会见到这些位置 就有这些很特别的CC logo 这个就是个深思在于那个链带 另外就是粒纹小牛皮 配金扣的长型化妆盒袋 而这个呢 如果打开它 这个也是有镜的 那现在比较新款的 这些都是有镜 可以塗一下唇膏化下妆 OK 很漂亮的 就是真的有那种很别致的感作 你带出街 又可以拿少个镜 就是拿少一块镜 它有够大 给你可以看 就是照射整个样子 价钱 原价三万三千八百元 现金价三万二千八百元 三万二千八百元 好了 刚刚说要讲完金球的长型化妆盒 那我们现在就来 金球的就有一个白色的 白色的 这个白色配金扣也是气质感 这个是很漂亮的 你见到金球 金球了 拼白色是多么高贵的 OK 一样的间隔 都是刚才说的间隔 但这个里面是没有镜的 没有镜的 好了 你可以用来调整长短 然后上身 白色上身又是超级美 而且都是不需要担心搭配 穿什么都可以搭配的颜色 OK 就是这样了 这个有多少钱呢 白色的金球的Vanity Case 原价三万五元 现金价三万三千九百元 三万三千九百元 好了 开始了 我们去一些实用尺寸 比较大 当然这个都叫实用的 但我们有些再实用一点 容纳量高的袋款 都是Chanel的袋款 我们先来一个 我们都是新番的 新番这个我自己都很喜欢 因为它容纳量很大 金色CC logo 黑色的索性桶袋手袋 这个是新番的 这个是小牛皮 它是零形格纹的 金色CC logo 细心点看 CC logo 都会是比较Vintage 一点的风 好了 然后它就配上这条带 这条带就会有金色的链 再配上这个位置 给你背着的时候 保护你的肩膀 比较舒服 好了 这个是说索性带 在未索性之前 现在都未索性的 未叫索性到最尽 可以给大家看看间隔 这个是实用得来 又靓仔 又轻身 首先前面有一格小格 可以让你什么都安装到 那么多 后面也有一格 一样大小的 然后里面 这个就会是八楼的 里面就会是一个大格 那我拿走这个 那些雪梨子 那你见到就是一个大格 再配上一个拉链位 可以给你装其他东西的小格 OK 那就会是大概这样的设计 这个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很辣到索性的感觉 那我索一索 在书筋回落 是不是 索一索 那这里 你扣在这个位置 记住索的时候 要拉在这里 才会紧 才可以 维持到它这个形状 好了 它索性这个位置的波波 都是金色的CC logo 很特别的 两边都有的 好了 索了就会是这样 又是很特别的 那你见到除了可以执背 其实背上它 它虽然是尺寸 是说容纳量大 但是不会是很保险的 另外斜背也很好看 这个 是的 斜背也很好看 即是特别别的 这个我觉得它可以是 casual wear 甚至乎你上班都OK 这个size 什么都安装到 化妆袋 银包 什么都安装到 好 那说一下价钱 这个真棒 原价41,000 现金价39,800元 那你说 哇 原来我的budget有4万元左右 那这个 如果你买刚才的vanity case 比起这个 就会再容纳量高一点 看你的实用性去决定 这个的现金价 再说一次 39,800元 真棒 我自己 joy 诚意推荐这个 好了 接着我们再去另一个款 这个是相机袋 相机袋 这个就会是特别的 就是珍珠链条折扣 很有趣 好像装相机 然后这个 首先它的皮质 就是小羊皮 CC logo 你会看到 都是比较vintage 一点的 然后它的珍珠链 调节扣 就是这个最特别的位置 就是珍珠链 这条链 它就会打抹上的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位置 有一边就是我们平时 经典的链带 另一边就是珍珠链 珍珠链 你就可以有些更加lady的感觉 然后这个调节扣 它就有CC logo 都是按下去 就可以调节链带的长短 好了 那我们看看 上身側背 你会看到 这个肩膀 这里会看到珍珠链带 一起的 斜背 我都会看到 斜背 都会看到那个分别 好 这个就 Hello Yubi Hello 你好 有没有东西看对啊 Yubi 好了 这个呢 它里面 又看看我的间隔 里面的间隔 这个呢 它是一个大的 红色很漂亮的 一个大的格数 再拼一个小的卡片位 OK 是的 这个相机袋 相机袋 这个呢 价钱来说有多少钱呢 这个呢 原价就是40800元 现金价39800元 都是和刚才那个索性袋 一样的价钱 39800元 这个我自己都喜欢斜背 都是二趁之算 而且可以调节肩带长短 好了 那说完这个了 我们再来多一个实用支损 实用支损 还有一个 Affinity 我们有这个Affinity 就是 small size 的Affinity small size 的Affinity 更加实用支损 是因为一向都很阔身的 你看到Affinity 这个呢 就是粒纹小牛皮 配金扣 有个手腕 你可以拿着 又可以折背 扯背 链带上面这个位置 都保护你的肩膀 背得舒服点 好 那我说一下 我间隔有多实用 一打开它 前面这里已经有一格拉链位 你可以装一些 可能纸巾 手腕 里面 因为这个扣扣又可以 不扣又可以 多东西拿的时候 不扣 它其实是阔身的 你看到整个袋形 都很阔 前面首先 这里有一格 小格 给你装一些物资 后面 还有个拉链 又是可以装其他 例如拆纸 这个可以装到银包 可以装到电话 可以装到电话 有时候朋友们会说 我买袋最重要是装到电话 这个就没问题了 好 下面也有这些 Wardang Protect的底部 非常之安全 不会容易刮花 后面这里也有个暗格 上身给大家看 扣背 都不会很大 你会看到 另外斜背 都是二趁之算 好 这个 Small Size Affinity 原价 43,800元 现在现金价 41,900元 41,900元 好 接着我们再来 实用之损 实用之损 还有这个 我们叫做 Gab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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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背囊 它很特别 可以装出来 下面也是皮 这个就是用了小牛皮设计 它的皮质的设计 就会更多 你会有少少Vintage 的感觉 你看到Chanel的 logo 都会有些Vintage风的感觉 然后它是一个背包 它的链带 特别地方 是金色和银色的组合 这个呢 你可以背一边 搭衣服 如何搭衣服都可以 而且可以装到很多东西 另外如果你想 假装一点 就变成两条带都搭 是一个背包 背包的感觉 都是很好看 搭衣服都可以 因为有时买背囊仔 我会想搭衣服 因为我有时出去工作 都多东西拿 但有时我又要穿裙 因为工作需要 我就会觉得 买一个可以搭衣服的背包 这些就适合了 就是细细纹纹 两样都可以搭衣服 原价4万4千5百元 现金价4万2千5百元 4万2千8百元 接着我们再去买一个Chanel Boy Chanel Boy OK 原来都是最后几个 Chanel Boy 这个就是粒纹小牛皮 有留意到Boy这个系列 就知道是型格之算 首先它的CC logo 就会有金属牌 型格一些 还有链带的设计 就会有粗链的金链 配皮带 你可以拉下来 长形这样 側背或斜背 Boy系列就型格一些 另外也可以像刚才那样 拉上来 两条一起 背上薄 做这个翼下包 也很好看 我喜欢这样背多一点 打抹上带 还有这样拿东西更容易 我觉得 好了 讲一下它的间隔 打开它 好了 间隔 首先看到它 先拿走棉 先保护棉 一个大的格数 是的 但是也宽身的 看到一个大的格数 都安装到很多东西都宽身 好了 这个Chanel Boy系列的粒纹小牛皮 有多少钱呢 这个呢 我自己都喜欢的 原价49,900元 现金价48,800元 好了 那这个Boy系列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去这些 classic 就是很多人追捧的 热捧的 就是小金球 20cm 有两只颜色给大家 选择 一只就是白色 一只就是米色 一次个展示给大家看 因为20cm金球 不能输的地方 是因为它 容纳量又OK 而且呢 金球又超级漂亮 这边是米色 米色其实是偏橙 很紧的感觉 配金球也好看 白色配金球 又是没得输的气质 就是这两个 那那个金球位置 就展示给大家看 如果它配这个的白色 你看到是超级的 是的 超级的 金球的尺寸都很大 这个OK 都是换到肩带长短 好 那另外又有米色 那我说白色几千先 白色小金球 20cm flatback 原价49,900元 现金价48,800元 48,800元 好了 接着有另一个米色 米色这个 米色这个 它的原价就是48,800元 现金价就是46,800元 那都可以赏身给大家看 米色都不搭配 因为它有少少偏向 滑滑的 是很容易搭配 当然了 你可以再换这个 我的小金球换上一点 那我现在短一点 那这条带 你可以到时 穿在里面的flat 那个盖的位置 就不会这样倒下来 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翼下包 你看到 都是很好看的 那间隔来说 都会是一个大隔 再配一格小的 小的位置 再加一个拉链位 好了 然后后面也有一个小的暗隔 这个小金球flat bag 米色多少钱呢 原价48,800元 现金价46,800元 46,800元 好了 我们去到最终三个了 最终三个了 那我们来一个 是这个了 这个也是新的 就是发狼的CC扣 金色链带 中号20cm flat bag 发狼扣就是这个位置 它就是一个 你看到黑色和裙金色的边 叫做发狼扣 21cm的flat bag 这个用了小羊皮 那它特别的地方 是链带也特别的 那你见到链带 其实倒下来 这个位置 就会有CC logo 都是好像发狼扣 那样 黑色配金色 那两条都有的 那这条链带 都可以玩两种背法 拉长它 跟刚才那样 可以斜背和側背 那你用了它的时候 那两条链带 是会很有趣的 这样倒下来 很漂亮的 你见到这个位置 很有趣的 这样倒下来 好像一些挂式 那又可以斜背 当然 又可以 把这条链带 拉下来 就变成翼下包 又很英俊 而且你会见到 真的很漂亮 那两个好像一些 锁匙扣挂式 那样 而这个21cm 就绝对不需要担心 它容纳量 又装到电话 钱包 等等 间隔都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一个大价 这个里面红色很漂亮的 一个大价格 再拼一个小的拉链位 都能装到很多东西 好 这个这么漂亮的 法郎扣 21cm 原价49,900元 现金价48,800元 48,800元 48,800元 好 接着我们去拉士 拉士这两个 是同一个系列的 就叫做Mini Koko Handle Mini Koko Handle 两个特别的地方 就在于 它的扇握的位置很不同 而且皮质有少少不同 先讲这个Mini Koko Handle 这个是脱匀小牛皮 金扣 扇握的位置 你会看到是 Mini Koko Handle 它特别的地方 扇握是很挺身的 很硬身的 很特别 可以手握的 扇握的外出 扇握的外出 之余 它也可以拆出来 扇握的 你看到两边 可以扇握的带 做側背或斜背 也可以 或者不用手握的带 可以手握的 我可以大概给你看 这个位置都可以保护 肩膀会舒服些 Mini Koko Handle 粒匀小牛皮 配金色CC logo 底部都会保护 先看看间隔 间隔 都是一个大的格数 再加一个小一点的格数 在后面 然后还有一个拉链位 你会看到的 OK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是粒纹小牛皮 我们刚才说 还有一个特别一点 特别一点的 就不是粒纹小牛皮 我不删开 这个 它就会是 用了小牛皮 但这个很漂亮 它的扇握不能输 它是一个很维持的感觉 用这个金色和黑色的混合 好像一个链带的设计 都可以拆出来 而它其实不是拉链 这个扣的位置 也有一个CC logo 都可以拆出来 这个你拿着 拆也可以 不拆也可以 拿着也是很好看 它有些维持风 握上去也是很漂亮 扇握什么都漂亮 好了 这两个都是Mini Koko Handle 只是大家的材质 和手腕位置不同 那我们来讲一下价钱 讲一下这个粒纹小牛皮 粒纹小牛皮 我扣好它给大家看 好 这个原价43,800元 现金价42,800元 好了 到这个了 Vintage风少少的 原价51,000元 现金价49,900元 49,900元 不用5万元 好 一次过说完 我们今天Hermes和Chanel之夜 所有的产品了 是时候记得 记得 WhatsApp 900,800,800,342 或者留言给我们 我们的小助手去协助你 先讲一讲 我们今天的礼物是送什么 刚才说过 今天的礼物是送这个 Moschino 红的淡香水 Moschino 好了 那这个呢 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讲问题之前 记得做齐三个问题 like我们 LDLUSHK 或者LDLUSLohas的Facebook page 记得要去Facebook like我们在Facebook上面的这个直播 第三 share我们在Facebook上面的这个直播 并且设定为公开 做齐这三个问题 接着我们就会问问题 记得我们的助手 会查你们是否做齐 答得最快而准的朋友 就会得到 好 问题在我手上了 今天呢 就介绍的Hermes Finesse鑽石手链 在坊间是俗称什么呢 刚才我都重复了两次 讲多次的问题 今天介绍的Hermes Finesse鑽石手链 在坊间俗称是什么呢 好 记得了 有哪位朋友做齐三个问题 然后 由答对最快而准以我们的小助手 电脑助长 就得到这个红男友 蛋香水Moschino 好 在你们回答又玩的时候 我们就讲一讲一些讯息 先讲回我们 因为有消费券 有消费券的时候就要购物 有什么优惠呢 我们就有些优惠给大家 如果现在现范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 L Deluxe 的会员 我们就会有两张QPON 如果你本身是现有的会员 我们都会再送给你 我们今次的优惠 我们就会是 买满三千元就会减一百元 买满六百元就会减二十元 这个就是指限一些指定产品 你可以在我们的LBuy 或者是L Deluxe 任何即正品玩具 或者是Luxury 都可以在一些指定产品里面 就会享受到这个QPON的优惠 例如加入我们的会员 或者是现有会员 另外 而我们L Deluxe 都有一些优惠 就是如果你买满一万元 我们就会减二百元 买满五千元就会减一百元 这个就是指限我们Luxury的产品 那我们就看看你们 如果拿到消费券 就可以留意相应的优惠了 好了 我们答案来了 哪位朋友得到这个香水呢 就是你了 A Y Chan A Y Chan 在我们L Deluxe HK Facebook的朋友 A Y Chan 恭喜你得到Moskino的香水 好了 记住要inbox我们的助手 记住要inbox我们L Deluxe的Facebook 那我们就会和你交代如何得到这个 去拿这个奖品 恭喜 希望下次拿奖品的是你 还有再说多次 我们就已经得到2022年正版正货商标 所以在我们任何L Deluxe的销售点 购买我们的名牌产品 都是正版正货 除了旺角Mogo二楼二百五十七号铺 这一道之外 我们的L Deluxe的销售点 还可以去到铜锣湾广场一期二十三楼 又或者去到我们将军澳的旗舰点 就是位于康城的 是的 那位于康城的302号铺 都会是我们的旗舰点 有我们L Deluxe的销售点 那如果想买精品玩具 我只想看精品玩具 你可以去到旗舰点 Lohus那里看精品玩具 也可以去到我们元朗营点的一期 那我们2030号铺也有精品玩具 又或者来到我们L Deluxe 在Mogo这里除了256号铺 这个我们的名牌的产品之外 上去356号A都有精品玩具 好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直播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